现在真的强到一种 就是你知道他会选这个 你也知道他会这么打 但你就是管不了 这是一个很绝望的事情 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会这样 他的每一步东西 你都已经了书于心了 但他你就是打不过的 你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先搬了炎雀 KT在蓝色方的话 做BP会稍微松一点 因为毕竟自己有先手的权利 在第一轮做的会松一点 那看一下Africa会不会放他的一个蓝帽 Africa这边更 更怂 要不然大家一起放咯 对 就他这个班人的话 感觉如果说KT 不去进行像卡米尔之类英雄的封锁的话 Africa可能会全放 他既然开始一手搬纳美的话 他很有可能是全放的这种 这种搬法 看下Africa二手 卡米尔这个点 如果说不搬的话 就可能是一个 大家都一起来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还是把男枪搬了 因为男枪对于Square来讲太重要了 KT肯定不会主动搬男枪 我觉得KT肯定不会主动搬男枪 我觉得这手还是要搬结了 那我觉得Africa应该就是 我啥都不搬 看你怎么办 反正你拿一个我拿两个 大家一起来 KT这边最首要是 我觉得拼一点 就搬个马尔扎哈 然后看你怎么办 你青钢引跟男枪 你只能搬一个吧 你搬了我拿另一个好了 但是你open的话 你这边是抢青钢引 还是抢什么 因为你抢任意一个 Africa都可以拿到南波 加另一个组合 我觉得只要抢到男枪 KT就搬马尔扎哈 那就是大家一起来的 就你搬不搬男枪吧 我跟你说这手你不搬男枪 我只抢男枪 我觉得对KT来讲 现在想赢 就真的把Square的英雄 先给他拿出来 让Square先顺起来 这个队伍就顺了 青钢引 抢男枪吧 那可以抢 别抢蓝波了 真的 我觉得这时候抢蓝波就出事了 他可能要想抢蓝波 我觉得别别别 真的 我觉得这手 男枪的右线机太高了 对KT来讲 然后这一手 马瑞拿一个凯兰 马瑞肯定是要拿一个凯兰 打蓝波了 就焦做人是吧 我觉得马瑞可以拿鳄鱼 马瑞也可以拿鳄鱼 鳄鱼打蓝波的一个优势 并没有凯兰 露露 先把露露拿下来 反正你上单已经出了问题不大 嗯 Spirit可能要拿蓝枪了 这时候Spirit可能要拿蓝枪了 看一下的话 这手蓝枪不强的话 那是同时给对面 南波加蓝枪 不过南波加蓝枪的一个组合 就是有个缺点 就是没有 不好抓上 没有前排 也没有硬控 哇 这手拿卢仙 就是想 纯打卢仙加露露 这套东西 还是拿了卢仙加露露 锁了 卢仙加露露 毕竟是 LCK的卢仙代表界的人物 领军的人物 纠集热爱卢仙的男人 这边也在想这个问题 要是拿了男枪 会不会阵容太过于单薄了 嗯 卡尔玛 先起码 先有个辅助可以拿 这手是拿AD还是拿男枪 因为这手如果不拿卡尔玛 对面在后手帮位 是可以扳掉你的一个辅助的 因为现在纳美杰拉 包括蚂蚱都是被扳了 图骑 这个图骑现在应该不会选吧 就算是你有老鼠这个想法的话 这个时间点也不会直接拿下来吧 Easer rare吧 我觉得 Easer rare吧 或者说艾希也可以 就是你真的要 男枪男枪男枪 杀戮组合要出一个控制的话 艾希也是不错的选择的 男枪 别说先把Score哥的男枪给锁下来 好吧 锁了男枪 我觉得 KT这真的军心稳了一半 你信吗 就这男枪拿到 他真的军心稳了一半 你就至少在杀害面上自己是绝对不怕的 而且至少Score拿到了自己非常擅长的英雄 对 你之前说狮子狗什么这种英雄 他不是那么擅长 这是他非常擅长的英雄 Score里面可能要拿 芒松继续打了 还是要用瞎子来打节奏 但是这一盘对面是男枪的情况下 你的瞎子前期就在野区不一定打得过 压力很大这局 就是瞎子 想去打入侵可能有风险 第一是野区打不过 第二是一旦你前期抓不出效果 那男枪是全面领先的 因为刷也太快了 这没办法 第二阶段搬人先搬难道 把太龙直接搬掉了 来看一下KT这边反手 会不会搬掉凯南 这一手是搬凯南 搬了搬了 然后 我觉得这边搬个 我想想 我觉得搬个 搬了节 我想不是说搬个辛德拉 搬了节 就防止你胖拿节打单带 就两个AD单带英雄全都搬掉了 那这样胖可以拿一手狐狸 其实 如果 但狐狸的话 可能就 AP伤害包括像控制 都是不是很充足 搬了一手小鱼人 防了一手小鱼人 但是其实你真的用小鱼人 去打蓝波的话 还是吃亏的 我觉得大头这边 凯南被搬的情况下 泰坦现在也没了 他有可能拿鳄鱼要打了 他不会又拿萌多 不会又拿萌多吧 我在想这问题 别别别别 那萌多打 SKT已经证明了 这英雄 哇 他不会又要拿萌多吧 因为他之前特别喜欢拿萌多 好像真有可能 他有怒辱 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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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这个 贼心 养思教训不够 我一定要再玩萌多 前两条我没有证明 我这次一定要证明一下 他一定要证明 这个英雄是没问题的 因为前面 我说实话 他对线是没什么问题 那他中单一定得补一个超强的输出 他现在整个阵型缺输出 所以说你前排有 控制是 也是很缺乏 输出是极缺乏 这个颅仙 拿女警打对线了 中路的话 而且发条被抢了 发条被抢了 你这边想配合萌多 继续拿一个中单 输出很高的英雄的话 助兴龙王 输出不够啊 我觉得还行啊 输出不够啊 我觉得龙王中期还可以 因为这个阵容有瞎子跟卢仙还可以 真的 我觉得助兴龙王这个阵容 你说的 也是酷弱比较擅长的一个 真的助兴龙王 因为你想别的我想不到了 狐狸 狐狸输出也偏软 狐狸输出偏软 但是而且狐狸的游走跟推线没有龙王强 就我觉得狐狸选出来的问题是 打到中期 一旦狐狸不胜 还没有龙王好用 他这个选狐狸可能就是 在前中期打架会比龙王稍强一些吧 配合瞎子会比龙王强一些 对 配合瞎子 我觉得配合瞎子会强 对 配合瞎子会强一点 但这首萌多 这萌多感觉 我们今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就纯打线 马瑞以前打SKD两把 对面拿蓝波 他都拿了萌多 然后萌多对线的话 没什么烈势 确实没什么烈势 但是好像他也只能单带 就好像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近战版的A.D.凯南 给你的感觉 他打起团了也没什么用 而且甚至凯南打团还能提供控制 他打团很难提供控制 也就斧子减减肃吧 对吧 但他好喜欢萌多啊 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蓝波玩了那么多 他觉得自己 就是这么多年玩蓝波 天不怕地不怕 就打不过萌多 打萌多难打 对 打萌多难打 他觉得AD凯南我都不怕 那打萌多不好打 所以我这局拿萌多 其实他们也算是心态放松了 这个时候反正我也几乎在练兵嘛 对吧 就如果这场效果真的可以了 那我几乎在 在班位上是不是就可以占优势 因为我是拥有一首 我克难波的一个点的 对吧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还是刚才我们说心态上来讲 Africa里面心态本身就松 然后打的吧 也比较放松 所以反倒效果更好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对吧 再看一下第二局比赛吧 KT能否扳回一城将比赛 投入决胜局 还是Africa能够干净力路的2比0 战胜KT 比赛开始 蓝色方是KT 红色方是Africa 这场比赛的话 马瑞拿到了 这个蒙多 来对上KT的上单 smap选择的蓝博 这是一个大哥大蒙多 第一条火龙 想去哪就去哪 对 第一条火龙 好看了这局 有意思了 火龙的话 虽然说你难波 龙团强 但是Africa这边 除了蒙多这个点 其他的点在前期打架能力 都是要比KT这边要强 是的 下路对线的话 有点不舒服吧 我觉得Africa这边 会有点不舒服 对方手 太长 对 这个位置感觉 KT要被打一套 死光是轰了两枪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要回家啊 这个 血线还是掉了蛮多的 妹子第一时间先挡脸 马瑞的粉丝 对 我看到top了 我知道上单的粉丝 哪一个上单的粉丝 应该是马瑞的 没回家啊 狐狸这边 莫多野区 继续做这个野区野 哎 哎 死口很激进啊 直接是绕过来 他前面是卡了视野的 他站在对面河道草 知道你这边是没有视野防守的 直接是率先开始动了 这一盘的话 KT要主动发起野区的一个进攻 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一味的被动的去进行一些野区的这样刷的话 是很容易被对面针对野区的 但是艾菲卡很聪明 F6跟蓝都做野了 对 那知道你如果不是红buff开场 那你就是从我野区开的 女警的这个走位 基本上不可能从红开了 女警从河道下来的 这肯定知道你是我们蓝开的 对 应该也是要直接去反 换蓝了换蓝了 我觉得这波换蓝了 这个眼位做的真的好 哇 这个艾菲卡前期对Squad的针对做的真的好 Squad现在两局了 七手都没侦测到 虽然这局没有实打实的看到 但是也是 通过这个回头的一波换血 双方中单血线差不多 而且他这手打完魔爪挖 到三可以去上路走一圈 我觉得 下轮这边被抢二了 毕竟前期皮神家卡尔玛的话 线上压制能力还是很强 这个抱头A到难受了 好痛 再刮个和平使者 还在反三郎 两边换掉了 蓝buff的这半边野区 都是全刷 但Squad这边速度稍微快一点 因为南枪是折回来打了空 又回去刷的 Squad这边是领先了一组野 我现在在刷魔爪挖了 一上来 给了两下平A 但回身又被点回去了 哎呦和平使者 对面两个人一起点 自己这个血线有点受不了 三个药已经吃完了呀 而且没带点火 路路这边没带点火 很难形成击杀 就现在想杀人下路 一定要在点火 虚弱是没什么用了 虚弱已经不减攻击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这直接法枪出一血了 我刚发现这个事情 不好意思 我也没有很注意蓝buff出装 因为我觉得蓝buff现在出装 哇胖压得很凶啊 但是Squad赶过来 一脚Q到 想扭 没有扭出去 这边Squad直接是插眼 这个位置 直接是想单杀 交闪现 Squad下一发Q CD没好 也没办法 那b出双招了还不错 回家了下路 打回家了这不 上路这法枪术一血 压的这个萌多不舒服啊 所以这萌多到底哪好打了吗 就反正他扛压也无所谓前期 就确实萌多前期 如果交Q补补刀啊什么 也没什么问题 你看他就交Q补补刀什么的 确实没什么问题 这一个Q 一个公文包 对吧 一个兵 之前有一段时间 上单暴女很强的时候 很多人就用萌多打上单暴女 就是 你推线吧 我反正塔刀也不会漏 然后我对线 我基本上是交Q补刀 倒六我就开大招在那混着 就你压一压我 我就开个大招在那混一混 侧面的话 一波Squad绕后 POR这个位置没有到达六级 直接利用Q技能加速 这边的话 应该是要交一血 没有选择交闪我是比较意外的 他这波我觉得第一时间往上Q完 利用这个加速往上走 交闪是有机会跑的 就是他拿反Q 然后直接交往下面的闪会好一点 他直接拉了一个正Q 或者闪 就是我刚才觉得他想想走交闪 只有一个时间点可以交 就是穷途末路 南枪那个Q弹起来 上海打不足闪现 然后反向Q 胖是没有一个闪现的 对 下路的直接一波月线的一个换血 下路南枪龙仙 刀亏了大概有个十多刀 因为这波兵线也在往对方那边推 亏了有个十多刀 下子也是帮助也去做完两个视野之后 来到了一个下半区三脚草蹲一下 这个位置又要蹲到马塔 过来的话 打一套应该没什么危险 上路的话 萌多回家出完这个装备 基本上对现在不管你了 这个装备萌多出很强 因为他加回血 对他的一个大招 等一下出完绿甲之后也是有蛮大提升 配合他大招 还有他被动回血本身就快 现在他出完这个基本就没什么人管他了 他出完这个蓝波拿他没什么办法 感觉南枪也不会去 就他到六级南枪加南波伤害也是打不死他 直接开大招跑就行了 这一波的话是想配合队友把对面双刃路给逼开 看一下这边已经是布了视野 直接要越塔吗 这边直接打卡马卡马 直接是被打成一个世界一加闪现 直接走 因为那个位置 那个塔的墙角是早早的被皮尘放了一个夹子 而且手里还握着一个治疗 哭了都支援过来了 还是回去了中路 上路这个血量打一打马上可以开大招了 直接大招回血 我就给你在线上玩耐的 我也不管你 反正 这边的话卡马这个位置没有闪现了 他逼死了 没注意吧 应该是 这波辅助走了 他自己没注意 他那波线 这样下路的话 强行把线带进场 这局KT前进的都非常好 所以你看拿了南枪之后 这个塔感觉还好瞎子过来了 我觉得还是要掉 狐狸来了 狐狸包过来了 这一波可能要打 看一下 直接是套虚弱 一技能命中 Devd 对不对 直接是交治疗 闪现 拉开距离 一技能往后 那还好是赶过来的一个 马达 给了一个护盾 没烫死 这边 Sphere想借势 打这边的一个Devd 但是一脚没有踢到 同时上方Smith是单杀了 马瑞 哇 这个确实 前面就说了这个 你线上虽然说对线没压力 但是你也许没办法出去的呀 你这个打还是打不了的 好 这个是KT很熟悉的节奏 这样一选塔强情拿掉以后 然后中上也三路很大优势 下路优势也很大 这个是KT非常非常熟悉的 非常喜欢的节奏 对 这一局的话 KT确实 看一下上路怎么回事 蹲草里应该是 大招先拦了一波 烤了大概一到两下 大招伤害 交了个闪 闪现 已经闪慢了 这个闪现第一时间没交的话 其实后续交子已经跑不掉了 这边Sphere也是很稳 等到自己的第三个叉子好了之后 喷你一下减速再烤你 这样一下三千块了很舒服 这一局的话KT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很舒服 基本上KT前面领先的阵容 前面领先的比赛很少会输 而且一般取胜的时间都很快 因为他们很擅长这样滚雪球 所以问题来了 你这一手抢完露露 我可以理解 但你真的强行拿个卢仙是为什么 我真的当时觉得那手把男枪给他拿了呀 就抢掉score男枪会更舒服 露露加男枪也挺好打的呀 就为什么就强行要拿个卢仙呢 我说真的就露露加男枪真的挺好打的 而且score这人没了男枪 我觉得功力30%好吧 起码减了30% 这边的话马瑞瑞在草丛想蹲一波smap 同时自己瞎子在往野区 在往自己线上靠 这边smap也是很小心啊 就完全不出去 两个人隔冰相望 一个大招拉回来 tusin tusin还好有一个闪现 点爆炸球果跑 全线压制了 现在 事业也做不出去 同时这第一条火龙的话 也是kt的狼中之物 没办法抢 节奏很快 这要火龙打掉 就怕第二条又刷火龙 第二条又刷火龙或者土龙就很难受了 好 第二条还好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第二条再刷个火龙也要不了 也要出事了 杀龙这个 这边的话 已经是开始打一个野区压制了 但是沙子过来是把这个蛤蟆给养 抢掉了 下班去视野 F卡也是在拼命的防守 我这个镇焰马上要是要被拆掉了 还是要防守 结束很快啊 下面压完线之后是转推中路 拖了血线很不健康 下一波兵线很有可能要点一下 因为南波也靠过来 这波道可能南波要大招直接劝退的 看一下smap赶过来 大招直接劝退 那这样的话强行拔中路一套 发条把球放在那儿 两个夹子摆个挣钱 对面人完全不敢防守 这个一塔呀 中塔应该是要是点掉了 已经没法守了 中塔点掉4000块 对 而且马上这个时间点是没没作用的 就这个萌多在肉装没成型的时候 参团没有意义的 伤害也没有控制也没有 就只能减减速 现在12分钟 KT已经手握4000的一个经济优势 现在继续要加快节奏 感觉KT应该双人组继续换到上半区继续推 但是余子同时 Africa应该是要避免KT打这种速推节奏 也是把自己双人组掉到上路来了 因为一旦再被KT这样 再破自己的上路一塔的话 那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由于经济的差距 自己也没办法跟对面打团 现在Africa想做的是换经济 但是KT基本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Africa现在想做的就是 我能不能换一点经济 让我装备先出一出 我再跟你打团 但现在KT也不会让你换经济的 这个局势 现在KT只要稳住别出大失误 我觉得以这个阵容来讲 本身就是一个中后期越打越强的阵容 再加上前期这么大优势 甚至可以一会儿偷个弦 把下路先锋打了 因为前期现在可争夺的东西没什么了 把下路先锋打了 我觉得都可以 对 野区视野一步 河道控住 迅捷切也打 因为对方现在两路外塔全掉 你 诶 这点再蹲 想蹲Mata 这边伤害不够啊 变阳的速度慢了一点 是被Mata闪出来了 我觉得就算没闪出来 这伤害也不够啊 这边是要反打 大招是掏到了兔斯典自己身上 这波大招套错人了 而且自己也是被男枪一个导弹给轰死 我现在胜枪洗礼 但是没什么用 上路一塔应该也要随时告破了 KT最熟悉的节奏吧 就是 我前期我转线主动转 优势线我主动转 转完以后你守 我叫人来抓 你不守 我直接打塔 就这是KT最熟悉的节奏 就算我拔不了塔你也打不够 我优势线你也打不够我 对 这局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对KT来讲 打一套打出Debt的一个治疗 还不错 这边Slap又靠到了中路 但是中路是一个狐狸 有大招 抓不死 现在下路的话 马云也只能够亲亲兵啊 南波想推线的话 他也拦不住 马云现在也很不舒服 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确实就是 你放了南波就算了 你还要放蓝枪 然后你们拿的是一个 萌多加沙子 这个组合 你想去针对南波也针对不了 野区的话你也打不了 而且这一盘的话 Score是有意从你的野区开 避免你来骚扰我的一个野区 打下路先锋了 实在是优势太大了 主要是 资源没有太多的东西 可以争夺这边 QW半血了 没血了 这个下路先锋 感觉没法起 而且一般这下路打野 蓝色都不带魔抗的 这QW打上去 太疼了 配合一个法传鞋的话 基本上这个时间点是真实上海了 哎 这边Score还是想抢吗 这边再打一个QW 又是半关血没了 Q就能踢到 给南枪了 直接 直接给到南枪 肯定是给Score性价比高 因为南波的话 大部分时间还是参团的 还是 这边上路的线 蓝波现在在最下面 嗯 你不能说他叫我 哎呦 图森这块有闪现 给了大招 但是被夹子夹住了 这个位置 他是被牵链子 然后减速 然后被夹子夹上 对 然后又被一技能网子打到 A出一技 接后的爆头 呃 Score的也去打了一套 把Score给 踢走 但是好像效果也不好 上路的线 还是要持续被压呀 这边 Dep的皮尘 现在很顺 可以打一个拆线队 男枪和皮尘 男女拆线组合 好 下路这个 哎 哎 想单杀 有个机会 想单杀 追着Smip打 有机会 有机会 对 这边Smip反手 大招 大招 加上TP 跑掉了 这个位置就是 你马云不敢弄我 站在我大招那边 一弄我就直接TP走 你刚刚我一弄 我这边伤害也是 烫那里残血 他知道他如果拖下去的话 肯定是没办法 这个萌多大招一开 回起血来 自己肯定是打不过 但是我大招完就TP 你一套伤害打不死我 很机智 很机智 Smip这波确实很机智 就大招封好路以后再提 差一下 真的就差一下 那个Q甩到就死 主要是马云这个伤害 没有爆发伤害 萌多这个英雄 就是持续粘着你 恶心你 但是爆发伤害 是真的没什么 还好第二条水龙是被 阿菲卡这边找到机会 给偷下来 但是水龙影响不大 现在17分钟 已经是接近6000的 一个经济差了 这三分钟 还能打一打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大陆没刷 就是这种只要大龙出来 龙团怎么打 就算是给他多 他们的一个后期能力 偏弱 说实话 这个后期能力太弱了 而且Dift现在装备又好 侧面Cover这边上来点了两枪 但是好像没什么感觉 再把线推进去 篮波在侧面 虎肉这个点也被限制的比较死 现在主要是Score现在发发育也好 这边野区要遭遇 看一下这边的话 链子没有牵住 没有牵住禁锢效果 中路开始压塔 或者一个人防守有点压力有点大呀 这个塔被四个人包过来 皮层也靠过来了 那可能要掉了二塔 直接是点掉 拆迁队突然的一波野区的一个转中 直接是顺利拔掉了Africa的二塔 那一次同时马云也是奋力的 拆着对面的一个下路一塔 南波这边赶过来应该是守不了了 这个塔已经没了 大招扑过来轻下兵 但是马云也是不管你就带你的塔 不过这个时候啊 南枪和发条进行了一个三个方向的绕 包夹啊 我觉得踢吧 直接踢吧 看到了这边的一个score 马云已经跑不掉了 这个位置 发条已经包过了 这边闪现躲掉一个大招 之后还能跑 最后一丝血是被胖收掉 同一时间的话 中路也是找到一个机会 由Spirit发起进攻 配合着自己的骷髅 收掉了对面Dev的人头 你说他看到南枪 第一瞬间直接踢 是不是走了 因为南波和南枪是留不住他 而且发条刚才没过来 他第一时间就原地大招 然后踢P 对吧 直接踢 我觉得就走了刚才 就他没有smap上一波处理的 灵性 对吧 smap刚才很果断 对 灵性 觉得自己跑不掉了 我就TP 反正你打断不了我 是的 不过一丝龙是中路 Spirit也是依靠着闪现 踢回了Dev的帮助 Africa拿到了本场比赛 第一个人头 对 很难受 现在还有半分钟大龙刷新 KT这个时候的优势很大 而且这个阵容本身又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本身在阵容上打架就优势 嗯 这边奴仙第二剑选择了做火炮 没办法 他没有输出环境啊 他在做黑切就剩大招了 对他这第二天要做个黑切 就只能大招打打伤害 他别的打不了了 他必须要做个火炮 大龙刷新 现在河道迅捏蟹也倒是被Africa控了一下 嗯 但KT随时都可以去Rush这条大龙 他们现在伤害是非常高的 不过他们现在的一个主要目标应该还是想继续把塔 抓到马润的一波落单 马润这波没有闪现 路路大招给出来 但是马润还是被控 还好有自己大招 不过难破 大招直接是封路这个位置 马润还没有倒 还是站了下来 不过吃了纯的伤害 对面这一个推进也是来到了一个高地的附近 推中路的一个高地 Score最后实在没办法 大招捏了那么久 还是扔出去了 但是发现这个人的血量怎么就是压不下去 回血能力确实太强了 而且还可以点那个就是最右边天赋的那个加回血效果的 马润回头又是一条好坏 从侧面把对面的人给赶走了 这难道正面就看着马润在打吗 但是你这个 魅道的Score 伤害不够的呀 就现在 Africa这边虽然说你马润是肉 但是你的你的一个伤害在哪里 屠龙了 在这个位置有眼啊 看到了 但是Score一个假动作 哎呀没有打 我以为这波破釜沉舟 对他们刚刚是想投 但是他们发现他们在网龙这边走的时候 对面也没有进攻二塔再往这边赶过来 所以说也放弃了 是的 那马润要 偷个蓝吧 偷个蓝吧 偷不掉啊 这边 哎呦 一枪抱头这些带走 辛辛苦苦大半年 有一个睁眼在草丛 真的是一枪回到解放前啊 马润你这边第二天做了一个鸟盾 又想单杀了 对方人要过来了 这不 嗯 下次也在附近 不过对面的一个卡尔玛过来的话 想单杀也比较蓝的 这边的话 马润应该是出去清兵线了 他的一个单杀速度太慢了呀 他要杀死这个南波的话 至少要15秒钟 这个南波有自己的一个闪现 有大招有精神 大不了我继续TP呗 对 大不了我下次见到你继续TP呗 怕死了 现在哭肉也很尴尬 哭肉这个装备实在是 有点差 对面奥利安娜已经两件套 还有个大帽子在手里 他这边装备确实有点差了 没法支持起来 而且就狐狸这个英雄嘛 前面没什么优势 打到双后期团战 很难有奥利安娜那么大的杀伤力 对 就毕竟奥利安娜配合队友的话 是非常好打的 但你的话 是比较依赖自己的装备 去打一个单点爆发的输出 哎 虎龙已经刷新了 啊 这是火龙 啊 火龙火龙已经刷新了 粘到了 哭肉哭小大招拉断 拉这样 狐狸大招逼出来 这条火龙没有任何的一个争斗拳了呀 而且现在 虎龙上 回身想打一套 对 没机会 而且你说这个情况下 你就算强行生两个上台TP下来作战能力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你这个马蕊你踢下来就只能开着大刀在人队里面逃一下 两条火龙 在活水 活水 这阿菲营拿刀好 拿 如果第二条龙也拿了 拿了两条龙全打水龙 很难受 嗯 啊 好 前方信号是稍有一些 这个问题 应该是 可能一会会稍有点卡顿 所以我们先切回来了 嗯 啊 但是没关系 马上好了 马上就好了 对 而且刚才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 哎 哦 刚才在拿蓝 拿完蓝对方已经退高地了 嗯 这波比高低的话 塔的一个血线很低了啊 马润要顶上去才行啊 三个夹子摆在前面 马润不敢上 啊 高地塔直接是被拆掉了 同时几个夹子镇不在这 Africa也没有办法去开团 他们就这种很尴尬啊 想一运开团的话 很依赖 Spirit的一个绕后踢 就是如果说 Spirit不能够绕后踢 的话这个团战很难够 很难能够真正开起来的 主要是你踢现在你怎么踢呢 只能踢发条感觉 踢发条发条 把球给自己一个一个R 就就出事了呀 兄弟 感觉踢谁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人都能够踢到发条的话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 如果说 踢其他的人的话 发条的后续伤害配合皮神 都是 能够进行反打的 你只有踢发条 对面的一个反打 才没有那么痛 但是对面如果阵型爆好的话 有卡马的加速有皮神的夹子保护的情况下 也是很难给你机会进去踢的 推完一个中路高低塔之后 KT又选择先回去处理一下边路的兵线 那其实在这个时间段的话 KT是可以去给大龙压力了 南波 这个蒙多现在是要补自己的物抗装 魔抗装的话是已经有非常高的一个魔抗了 绿甲加辽顿加上水银鞋 魔抗现在应该非常高了 这个也是两件套之后 先补了一个减治疗 这边的话 Africa跟对面是得交相望 看一下下半区两个人在打这边 酷弱的一波埋伏没有定到人 Marin的一波换血之后 自己大招还猎在手上的也不慌 直接开大招回血 反正CD也很快 但是蒙多这一波没大招的一波的话 看一下KT能不能够利用大龙把对面给逼过来 这边的话也下路找到机会 Marin要去找slip黄尘PK 原地扑扑大招 断你的路 那蓝波也没有大招 感觉KT也不会主动进攻了 单代的话 蒙多现在这个装备还可以 对 完全就不怕蓝波的 但是你就正面战场怎么办 哎 差一点点 这个没打到 就魅惑到Mata的话是有机会杀的 那这样你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 哇 这一箱暴走 哇 太痛了 帮忙挡也没有挡到库洛 已经是丧失的战斗力 上路的二塔应该是要放掉了 Defs现在装备太好了 这个死刑宣告一做出来 这蒙多都比你都站得住 Tarman还在尽力的发育 现在上路的二塔已经被点掉了 Africa不敢接团 就这个局面 这边团战没得打 对 做的也很好了倒是 没法打团了已经 可能要通过排光龙须视野 来逼你过来跟我团了 哎 这边回唇是被眼看到了 要上 要打Mata 一套伤害直接是逼了Mata的一个闪 隔墙隔墙的一个圣枪系里 洗掉了Mata的人头 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 抓到机会啊 拿一个人头难于上青天 对 感觉现在真的不容易 这局KT现在 来 Squatch回家捏了个破败出来 现在这个破败确实抢 人手一把破败 破败的话应该也就是 只是为了打对面的前排 而且破败 破败加攻速嘛 其实原来南山是有出破败的 现在攻击力加的又更多了一些 马瑞这局应该是基本不会去团的 他现在去团没什么用 对 他就带到底 带到等一下 蓝波是拿他没办法的时候 通过自己的一个单带牵扯 就近战AD凯南嘛 对 我们选完就说了 我就带他 对 真英雄近战AD凯南嘛 比凯南兽一些 而且现在他这个装备 对面发条家 男枪一起来的话 也很难杀他了 他现在物抗魔方都很高 开着大招对面也难不住 哎 马瑞这边的话 也是在等smap出来 但是smap就是完全不出来 知道你的一个马瑞就在下路 反正我就在下路 二塔这里守兵线 这盾给了队友 然后自己去打了 没办法 图兴这局拿到露露之后 表现确实也没有上一局 泰坦那么好 你这边死过 直接贴脸的一个破坏 他减速 反手 是不是知道是给了一个大招 帮助队友解围 也是因为特技这个整体阵容缺乏控制 他出一个破败 有一个 扑揉音在这 哎 音声没遇到 对 刚刚放的一个 对 就不在减速嘛 但下路 马瑞不讲道理啊 直接是约塔 开始耗你的血线 这蒙多现在是不会回来的 你铲破喉咙 他也不会回来的 你这个就算是把我的中路属性拆了 我也不会来 这边有个小机会可以让后 但是 虽然没有大招的呀 上一波是帮助自己一个队友解围 用掉 这边正面的话 马瑞的一个大招也是被逼了出来 现在南波大招还在手里面 哇 点了两枪 他们要死了 这个没有威脸的呀 知道你的一个瞎子是没大招的 完全不怕你 水晶没了 而且下面蒙多想回来的时候又被打断了一下 旧师直接扑脚下 给马他自己回了摸血 反手可以逼大龙了 这一波 马瑞开始去偷这条小龙 水龙其实对于蒙多的一个提升还不错 这大招开完我脱离状态一会儿就满血 所以两条水龙的话有点苦啊 我觉得 但反正是同属性的龙 连点两条效果还可以 大家要都是比如说一水一火一水一火 我觉得还行 元素龙都打完了 接下来就要刷远古巨龙了 下一条龙应该还是一条水龙 又下条那个应该也是水龙 那这样的话下条龙其实KT是不会去太过多的振多的 哦下条龙是远古龙 远古龙远古龙 已经是过了30分钟了 就来了 这哥们拿个打个打天天追我 关键是你还拿他没办法 他这W就不关了 这边的话要推你的一个上路的高地 这波如果蒙古再不回去的话 被破两路了 兵线的压力就让K让Africa有点难受了呀 这波还是得回去 就虽然说我正面团战打不过你 但是我总得回来帮自己的最有成熟点技能吧 这边直接TP要绕后 这波很关键 直接是绕到一个后排 但是一个马瑞也留不住人的呀 这不敢过去的就隔墙丢丢自己的大哥大 而且他TP下来的眼位边上正好有对方的眼 这波要是没发现他踢过来打一波 我觉得算是Africa最后一个机会了 感觉打不起来 蒙多冲进来我直接不管他就可以了 直接撤这蒙多也留不住人的 也是很难受 这阵容选完基本上就代表着 这蒙多也没什么正面能力的 要打起来了 他就只能在侧面消耗一下 球的位置放的不错 瞎子过去要击人 但是对面提前闪现 击过来 Smeave接上自己一技能 但是Spirit已经先行阵亡 马瑞是踢着Deft在打输出 但是自己扛不住 南波的大招扑下来 把对面进攻给阻断掉 入手大招也是给到了马瑞身上 马瑞是扛住了对面伤害 但是对面的进攻还是在的 漂亮 同时发条这个球 包括大招都还是列在手上 这个提前闪现漂亮 这边发条只要是把大招捏在手上 Africa是完全没办法去进攻的 这波上路的一个 上路的高低塔拆掉之后 水晶应该是很难保住 Spirit这波是没办法 强行一定要开了这波 这波不开就完全没机会了 但是提前闪现太漂亮了 他们这个要开的话 Spirit只能从后面出来开 他这种正面踢过去摸眼 R闪这一套 人家已经就知道了 你只能靠这一手 而且这两条火龙也不给活路 他们这个响开只有蒙多冲上去 吸收伤害的时候 瞎死突然从后面冒出来 对吧 插眼一脚从后方踢过来 然后接上狐狸的魅惑 这样表一个是有机会的 太难了 而且库罗装备一直都不好 打到现在库罗这边装备 再补鬼术 就库罗才三件套 而对面的话 发条也是三件套 但是发条身上应该还是有存款的 黏到了一个马瑞 马瑞这边开大招赶紧跑 杀不死啊 这个马瑞肯定杀不死的 如果逼掉了马瑞的大招 这个大招倒还好 不太值钱 应该40秒cd吧 Dift现在装备太好了 拦不住Dift现在 现在对于Africa来讲 Dift跟胖两个双c是限制不了的 然后丹带的话可以让摩托打一打 但是已经被破两路 丹带不解决问题了 看吧这个位置对面已经包过来了 后面吸一口 给了一几张子弹 这个大招让他直接只能够回家了 对 盲森这波没闪了操作空间很小 最后一路 这波的话KT是直接先拔二塔 等待兵线 应该是要直接逼你最后一路高底 KT也知道现在打一个大龙团的话 可能有被抢的风险 那所以我最稳的就是我慢慢推你 你反正开团能力太弱了 他们开团能力 基本上只有一个瞎子的招后踢 这个蒙多冲上来就完全可以不理他 最后一路 上中的兵线稍微带出去了一些 Dift在这边被打了一下 还可以 裙盾 这边踢到但是距离不太够过不去 菲卡始终是想在侧面牵制 但是自己上中的兵线 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的话 如果继续在这拖等一下 上路的一个超级兵要进去了 梅亚塔可能就有危险 中路水晶还好是已经活了 但是上路拉一大波的兵线 继续在这里拖了一分钟之后的话 那兵线进梅亚塔 自己就一点麻烦没有了 目前大招清了一下兵 KT这边要求稳撤了 但是 阿菲卡这个时候应该也是要去处理上路兵线的 这已经是两个了 后面来一波兵线再过来的话 就三波超级兵 这边是没法开的 你不去处理上路兵线 你的梅亚塔就没了 现在马瑞一直游离在阵容侧面 对 这边找到机会盯了一下Score 但是Score可以跃地行 Spirit也一直在侧面 想找机会 狙一枪 库鲁身上的护盾是往他抵向上路的一个超级兵 你已经进入了门亚塔里面 这波不开就只能放 对 这边的话 上路的兵线不得不去处理 还好下路的一个兵线是刚刚清理掉 这边清理完超级兵得马上回防下路的一个高地才行 萌多是靠肉身扛了一波伤害 想去打断回程 Q到了 尽可能的拖延一下 开大招要追 这追没意义的 这个队友都不在 他尽可能的拖延一下你回去的时间 让队友去打大龙吗 这个是危机会 他是让队友尽可能去龙区做个视野 然后把兵清一清 因为这波要是直接放你回去 你直接去龙区动龙 有点来不及子队友 看一下Africa这个动向 他们是想先做大龙区视野 这边其实远古巨龙也快刷新了 而且这局在红色方 这大龙区视野太难做了 现在因为控制守卫的存在 红色方在劣势情况下 龙区视野很难保证 你想做一定要绕龙坑下面 绕龙坑下面就意味着很危险 可能会被埋伏 很有可能要死 马瑞是在侧翼寻求机会 这波马瑞没大招 也不敢走得太危险 一撞墙了 那个墙也穿不了 那个中间那个地方可以穿 就是那两个石头放中间 那个地方是可以穿的 库尔这个位置 还好对面的一个发条的球 是隔的比较远 这边找到一波机会 此过上去打了一套消耗 直接是打了对面三个人的一个 三分之一的血线 而且把鹿鹿大招打出来了 这很关键啊 发条的球再科W消耗一下 现在就是KT 我就在这埋伏你 然后拖你的一个兵线 我上路的兵线又快进去了 这边的话 卢仙不得不先去处理一下兵线 破这边被远程瞄有个大招 还好自己血线是比较健康 而且拖着拖着 对方AD的闪现又好了 魅道打一跑 没打破盾甚至 你看这波是先要逼中路水晶了 SPIRIT想绕后了 这波SPIRIT是 哇 这一枪点了570下来 扫了半天我这一枪就够了 是啊 这一枪点了570过来 上路的话SPIRIT被打了三枪 直接是打出来了破甲的效果 然后打到一半去 这边马润在后方去骚扰 这边直接 踢回来了 秒了 哇直接把发条给秒了 而且马润配合着狐狸 戴富特也要倒了 这波直接贴脸 戴富特一枪 被卡玛给点死了 而且卡玛往后一个印 没有死 反而是snip倒了 哇这一步的一个残军 把他也跑不掉 踢回来了 踢回来了 SPIRIT开团配合着马润 以及库罗的一个进场 这波团Africa打赢了 而且的话 这条大龙应该也是可以 顺势拿下来 南枪偷水晶去了 回一个就可以了 南枪偷水晶去了 大龙肯定是要拿的 谁回 谁回 看一下 狐狸回的 狐狸配合蒙多两个人回 不好打 还是不好打 还是不好打 这波虽然绝境中开的是不错 但我感觉还是不好打 这水晶 我觉得 这个Score再不跑 要死了 蒙多来了 马润你的一个大招CD快好了 这波肯定要追的 看一下马润这个蒙多 大招好了 应该是不会放Score跑的 不过Score可以约地形 这个他追不上的 龙肯一一一就跑了 不过他们应该是 转头来打远古巨龙 双龙会就不好说了 双龙会就不好说了 一个大龙我觉得 不太好解决问题 但双龙会就不好说了 这波的话 拿完大龙顺势 再拿远古巨龙 Score在旁边 看一下Score能不能抢 这时候Score就得看看 真仗势了 这一波的话 将将来的 但是将将来的有大招的 看一下蓝波大招 扑下去 蓝波抢到了 哇 关键时刻 smap也站了起来 反抢了一个远古巨龙 去年 那一发 船长的天雷闪 今天这一说 这一把蓝波的大招 天雷地火 天雷地火 真的是来回抢龙 真的是天雷地火 来回抢龙 哎呦 这一下 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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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悬灭来了 这个双龙会 就之前本来如果没有前面一波团的话 就是KT在慢慢的磨 就是把Africa慢慢磨死 但是Africa赢了这一波团 能够拿下一个大龙顺势 你看看这怎么踢的 胖在控制自己的球 没有交闪现去躲 这一个致命的一角 而且他当时画面应该是 主要目光是被蒙多给吸引到了 他没有管这个瞎子在哪 哇这波远古巨龙buff强掉了 真的对KT来讲也很重要啊 哎这么这么一下感觉又能打了 但是打的条件异常苛刻 因为说实话正面打算还是打不过 正面打算Africa的阵容还是打不过 异常苛刻 就如果说Africa是在一个方向 那KT是很好打 但是如果Africa能够让蒙多是从后方出来 瞎子是从侧方出来 有几个方向同时牵扯KT的主力力 不让KT的发条的大和南波多大的 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的话 Africa打一个四分五列的团战是比较好打的 就还是能不能开到关键 对看一下这边的话 马云又是从右方去吸引主力力 不敢接的 这对方现在三火龙在身上怎么接 要耗掉这个远古巨龙buff 等到远古巨龙buff消失 真的不敢接的 这波现在没法接 我觉得中路水晶 现在能拖多久拖多久 但是接团绝对不能接 这个接团现在女警点两千全要死 哎呦打一下马云都有点吃不住了 马云现在都有点吃不住了 Score其实打马云也很快的 因为Score的一个装备 是出的一个打前排装备 中路水晶放掉 上路的话 兵线也是在要越进去了 哎呦这个远古巨龙没逞掉 伤了 本来以为反攻 要一波 一波有点难 而且龙雪快消失了 黄金龙雪马上消失 还有个大概 但下路下路的一个兵线是有非常多的 这边应该还想压下路 而且现在这阵容清线成问题了 嗯 炉仙大招 但对方可以 对方可以打 龙雪消失了 龙雪消失了 背货两路 这波怎么说 但是有正buff 你的兵线进的比较慢 鞠一枪狐狸 来 Score又想从侧方去踢人了 这个位置有真眼开路 对面如果往前压的话 Score随时会上的 这一波Score闪现CD还没有 一个大招拉蒙多 蒙多直接露露大招抬一手 自己也有大招开了起来 奥连达大招拉掉了 这样的话威胁比较小 对不太敢压塔了 但上路的一个兵线已经进没压塔了 但是你这边没兵线也不敢去硬点塔 因为侧面是有一个Spirit 持续给压力的 这边的话Score过来赶一下这个Spirit Dept就靠盾上去耗塔了 这个时候 Dept靠双盾上去耗塔了 夹子呈梯形摆好 剩下洗礼清一波兵 但是还剩下一个远程兵 能不能帮忙点两下 点两枪 这时候要开了 这时候再不开 下一波兵线再进基地就没了 撒一个救赎 一定要开了 血线补起来 对于Africa来讲 这波一定要开了 Spirit这个时候闪现又好了 是一波机会 不开就没了 不开就没了 不开这破三 这塔掉就基本没了 对夹子针已经摆好了 看一下现在的话 马云在上路高台被耗了一小半的血 线手环 这波卡要掉了 掉了之后的话大招再拉回来 Spirit也被拉 马云这边的话 第二个大招又好了 再开大招绕后 这边瞎子在寻求机会 马云一丝血不敢进去了 库罗也是从侧后方在给亚里这边 正面直接硬扑 扑到卡马脸上一个大招 没有死路大招抬了起来 但是对面已经是破掉了下路这个高地 三路了 这样退手 枢扭防一塔 还好 哎呦 塔掉了一座 库罗也是被逼了大招 这边马云 补完状态就进场 但是现在没有大招的马云的话 也是不敢冲 这边 闪现一枪 火炮暴击直接点死了 火炮的暴击是直接把半血左右的库罗给秒了 对那这样库罗阵亡的话输出可能不太充足 只有卡马一个输出点了 现在三路兵的一个压境 清兵的速度完全不够 在这一盘 一个阿闪 击回炮 炮死 看下马瑞 这个时候配合卡马能不能够完成收割 这次在疯狂的点击地 这个时候都展现过一下 马云点到击地 但是没丢了 基地没了 哇 真的不容易 KT现在哪一场胜利是真的不容易 真的懒 这场比赛 也是Africa打得异常的顽强 绝境之中也能找到机会 真的是绝境 在经历了一波对方非常强而有力的反扑之后 终于是慢慢的把比赛拿了下来 我觉得也是因为打到后面这个阵容优势确实也很大 而且很关键的是他叫远古巨龙被抢 就没这条远古巨龙的话 Africa要反扑了 真的要反扑出来了 双龙会可能就出事了 我觉得这局Africa BP的时候 出了点问题 问题有点大 这个BP出了点问题 就一手抢掉卢仙加露露 就没有考虑过对线的问题吗 因为这个组合对线还是没有那么强 对 关键是你放了蓝波之后 你不要去再让Score能够拿到一个非常舒服的蓝枪 我也觉得蓝枪这手没抢掉 真的挺难受的 而且这场马瑞的萌多我觉得表现还挺好的 真的还挺好的 事实证明萌多打蓝波的话 前期对线也还可以 然后中期带线蓝波是打不过 对中期带线肯定是打不过的 我觉得跟AD凯南是一个思路 就是中期带线你打不过我 然后我打团的效果确实没你打 但是我可以不停地牵制你 而且他打团其实对于对面后排的一个输出限制作用也还行 就梦东切到你脸上打你的时候 你总得去管一下他吧 然后你就打不动他 他就牵制你的输出时间 虽然说他没有对你有一个致命的威胁 但是他把你的时间牵扯掉之后 你的一个前排就倒下了 上一场比赛的话 打完之后我觉得MVP的部分可能会搬给smap 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搬给smap 毕竟的话上一盘他的伤害也打得非常充足 包括其实他团战的大招也访得非常不错 包括拉一波抢的龙巨龙 因为上一排是这样 我觉得权限你说打得稳定了 那肯定是Dift 没得说 Dift从对线开始到点塔 到打伤害最后闪现火炮那一箱点到狐狸 打得都很不错 对 但是smap首先是团战伤害打得不错 然后主要是抢龙还是抢龙 就跟我们说空洞马斯的纳美的水炮Q把龙抢了是一样的 关键性的一个操作 而且说不定那一波 剧龙没想到的话 真的就翻了 真的就翻了 说不定那个剧龙没想到真的就翻了 MVP 还是给了Dift 毕竟前期的优势是Dift的这条线 就不停的跟Mata两个进行一个拆塔换线 拆塔换线 然后一直是在进行一个推进 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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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P